癌症为什么治不好?谁说癌症一定治不好?以目前的医疗技术,早期癌症多数有机会治好,中期癌症部分有机会通过中核治好,晚期癌症有少数也有可能治好。 癌症能不能治好?不能一概而论,要看是什么癌症,什么分歧,比如乳腺癌早期,肥癌早期,结肠癌早期,等等都可能通过手术为主的综合取得相当的治愈率。 比如,某些白血病,淋巴流,膏胺癌,溶癌等,即便癌期,通过以化疗为主的综合,也能相当的治愈率。 当然,必须承认,确实还有很多癌症不能治好,这是现实,这也正是导致大家谈癌色变的重要原因所在。 一得了癌症,多数人就认为是等于宣告了死亡。 我们经常听说某某某的胃癌了,才发现两个多月人就没了,某某某的直肠癌了,做了手术了,后期也做了化疗了,最后人还是走了。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,凡是得了癌症就和没得治化伤了等号。 癌症都是治不好的,做了手术,用了多种药物,甚至是非常昂贵的进口药又无济于事。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癌症是治不好的,这其实是对癌症的一种片面的,不完全正确的理解。 在中国,人们的健康意识并不强,一般情况下身体没什么毛病,或者说有些小毛病只要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就不会去看病,身体出现了不舒服去检查。 结果如果是癌症,基本上都是中百期了,有的癌症已经扩散甚至全身转移了。 这时再去手术,各种放疗,化疗的,效果往往不是理想。 癌细胞扩散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 如果我们能早期发现癌症,早期诊断及早期的话,效果还是很理想的,不能说癌症完全是不好,可以说癌症的存活率还是很高的,因此,我们应该养成定期体健的好习惯,身体上如果有不舒服或不适,应该及时到就诊。 不要错过了疾病的最佳期,癌症的发生除了与遗传因素有关外,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外在环境因素了。 很多癌症的发生都与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,生活习惯有关,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,健康饮食,少吃垃圾食品,健烟馅酒,减换工作生活压力,加强运动锻炼身体。 对待各种疾病,不会及记忆,养成良好的就医习惯,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,下面给大家介绍一本癌细胞都怕的书籍,大家可以从中受益,点击即可了解详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